这一节课我们要讲的是Determinant,就是行列式,那这个是你高中学过的东西,但是在大学现行代数会把你高中学过的东西扩展到更高维的空间去。 给刚才才进来的同学讲一下,下周五期中考,考试的范围是第一章到第四章,那其实我们已经把第四章交完了,跟一二四章都已经讲完了,现在唯一没有讲的就是第三章,那考试的地点是有排座位的,那你的座位不见得在这一间教室里面,你的座位会公告在SAVA上面, 那你就透过SAVA呢,check一下自己的座位在哪里。那今天这一份投影片的内容呢,来自于课本的第三章,还有MIT OCW的教材,那我把reference列在这边呢,给大家参考。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determinant,determinant是什么呢?determinant是一个,给你一个matrix,会对应到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就叫做determinant。 其实但不过我们determinant,我们只考虑方形的matrix,就每一个方形的matrix都会对应到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呢,透露出了一些它的资讯,那这个数值叫做determinant。 举例来说,你可以从一个matrix的determinant,判断说它是不是invertible的,而一个matrix的determinant必须要不为零,它才是invertible的。 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包括determinant怎么算的,它的定义是什么,它怎么算出来的,然后determinant的特性,然后最后呢,讲一个claimers rule,那claimers rule我记得高中是有讲过的啊,它叫做克拉玛公式,对不对?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determinant的formulation,那在高中的时候,你学过行列式,你学过determinant,那在高中的时候,你会算二乘以二的矩阵的determinant,你也会算三乘以三的矩阵的determinant,这边就是勾起一下大家的回忆,二乘以二的矩阵determinant怎么算呢? 高中的时候,你都学过说,你就是把斜对角线ad,就从左上到右下斜对角线的element相乘,再扣掉呢,从右上到左下的斜对角线相乘,你就把ad减掉bc,你就得到a这个矩阵的determinant。 好,那三乘以三的matrix的determinant呢?三乘以三的matrix determinant,高中你也是学过的,你就按照高中的时候交给你的东西, 你把斜对角线a1,a5,a9相乘,再加上a2,a6,a7,再加上a3,a4,a8,然后再减掉a3,a5,a7,然后再减掉a2,a4,a9,再减掉a1,a6,a8,你就得到a的determinant。 高中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公式记起来,那这个其实也还蛮好记的,感觉它非常的对称,感觉就是很make sense,感觉就是如果你要从一个matrix 那算一个直率的话,感觉就是要这么算。但是如果是4乘以4的matrix呢?4乘以4的matrix,你可能会很直觉的觉得说,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算? 把这四个相乘,然后再把他相乘,然后再把这个跟他相乘,把这个跟他相乘,然后再减掉这个,然后再减掉这个,然后再减掉这个. 然后再剪掉这个 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过你可以很直觉的知道说 就是把右边这个2乘以2跟3乘以3的矩阵 得到的结论在推广 好像就可以到4乘以4 但是实际上4乘以4的Determinant 不是这样算的 只有这样子 所以是更高维的更高阶的Determinant 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我们就先来讲一下Determinant的公式长什么样 你看就会吓一大跳因为它其实还颇为复杂了 好那怎么算Determinant呢 这个Determinant的算法叫做Profector Expansion 那在讲Profector Expansion之前 我们要先定义一个Notation 就假设有一个Matrix A 它是一个N by N的Matrix 那Matrix A下标IJ代表什么 Matrix A下标IJ代表说 我们把A的第I个Row跟第J个Column拿掉 就叫做A下标IJ 我们之前有说如果是小AIJ 小A小AIJ 是代表A里面的一个Element A的第I个Row 第J个Column的一个Element 那大A下标IJ是指把A这个Matrix 拿掉第I个Row 拿掉D这个Column 得到一个新的Message 这叫做大A下标IJ 所以今天假设A是一个N by N的矩阵 大A下标IJ就是一个N-1 by N-1的矩阵 N-1 by N-1的矩阵 好所以今天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Notation 叫做大A下标IJ 有了这个新的Notation以后 要怎么算一个Matrix的N by N的Message 的Determinant呢 就套用下面这一个公式 你把Matrix A的第一个Row拿出来 假设你有个Matrix A 你有个Matrix A 它是一个N by N的Message 你要算它的Determinant 怎么做呢 你把它的第一个Row拿出来 第一个Row就是A11 A12 一直到A1N 一直到A1N 你把A的第一个Row拿出来 你把A的第一个Row拿出来 把第一个Row里面的每一个Element 把第一个Row里面的每一个Element 乘上一个叫做CoreFactor的东西 那等一下会讲说CoreFactor是什么 CoreFactor也是一个数值 等一下会讲CoreFactor是什么 每一个Matrix里面的Entry 都对到一个CoreFactor A11有对到一个CoreFactor叫C11 A12也对那个CoreFactor叫C12 A12也对那个CoreFactor叫C12 把第一个Row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每一个数值都乘上它对应的CoreFactor 全部加起来 就是Determinant 你听得一头雾水 它的定义其实还颇为复杂的 然后接下来有人就会问说 为什么是选第一个Row呢 为什么不能选其他Row呢 可以选其他Row 算出来结果是一样的 就这样 那有人说为什么是选Row呢 能不能够选CoreFactor呢 可以选CoreFactor 选CoreFactor算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这个件事情就是颇为神奇 所以你不一定是A11 xC11 加到A1N xC1N 你可以AI1 xCI1 加到AIN xCIN 你还可以用CoreFactor来算 就你取D这个CoreFactor 你把A1J xC1J 加A2J xC2J 一直加到ANJ xCNJ 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今天在做这个CoreFactor Empension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选第一个Row 每一个Row都可以选 算出来都是一样的 算出来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CoreFactor都可以选 算出来都是一样的 算出来都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CoreFactor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CoreFactor的式子呢 写作这个样 CoreFactor 第I个Row 第J个Column 的CoreFactor 它就是 负1的I加J次方 乘上AIJ的Determinant 我们刚才讲过说 AIJ是什么 AIJ就是 把第I个Row 第J个Column 拿掉的Matrix 就你本来有一个A 然后呢 你把 第I个Row 第J个Column 拿掉 你把第I个Row 这个我想要写的是I 哎呀 它变成这样子 好 没关系 我这个想要写的是I 然后 第J个Column 把它拿掉 这个东西呢 就变成AIJ 然后变成AIJ 好 那AIJ呢 是一个比较小的MATrix 它是一个N-100N-1的MATrix 假设你知道N-100N-1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怎么算 你算出它的Determinant 在乘上负1的I加J次方 就是Cij 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你现在是要教 不是要教我们什么算Determinant吗 但我不会算AIJ的Determinant 没关系 因为只要矩阵小到3乘以3 以下它的Determinant 你就会算了 所以你就是把一个本来最大的MATrix N-N的矩阵 然后呢 你把它拿掉 第I个Row 第J个Column 变AIJ 如果它N-1还是很大 你还是不会算的话 那没关系 你在套用同样的公式 你可以算AIJ的Determinant 就一直层层的算下去 直到那个MATrix小到AIJ 是你知道它的Determinant的公式长什么样子的 就结束这样 讲到这边有没有同学有问题要问的呢 好这样讲 你可能觉得非常的抽象 所以我们就拿2乘以2的MATrix 跟3乘以3的MATrix 来举例说 2乘以2的MATrix 虽然你在高中的时候 学过另外一个式子 但是用Colfactor Expansion算出来 是一样的 好 那2乘以2的MATrix 怎么算呢 我们要先假设 一个1乘以1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你是知道的 1乘以1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是什么呢 它的Determinant就是自己结束 一个1乘以1的MATrix 它里面只有一个Element而已 那它就是Determinant的数值 这是定义 我们先定义 1乘以1的MATrix 它Determinant就长这样 然后套用Colfactor Expansion的式子 你就可以推出2乘以2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应该长什么样子 2乘以2的MATrix 它有ABCD四个Value ABCD四个Value 那我们高中的时候 你已经学过它的公式了 就是AD-BC 但我们现在不要套用高中的时候 你学过的公式 我们用Colfactor Expansion来算 用Colfactor Expansion来算 看起来像是什么样子呢 你先挑第一个Raw出来 你先挑第一个Raw出来 那第一个Raw出来 那根据Colfactor Expansion 你把第一个Raw 第一个Column的值 也就是A 要乘上C11 你把第一个Raw 第二个Column值 也就是B 要乘上C12 要乘上C12 那C12长什么样子呢 C11跟C12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Colfactor的公式 写在右上角 写在右上角 就套用这个公式 所以C11 就是-1的1加1次方 你看I带1 J带1 那I加 这边就是带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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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C11就是-1的1加1次方 跟Determinant A11 什么是A11呢 A11就是把A的第一个Raw 跟第一个Column拿掉 所以A1 我们知道A A等于ABCD 我们把ABCD写出来 ABCD写出来 A等于ABCD 然后呢 把他的第一个Raw 跟第一个Column拿掉 A11呢 就是把第一个Raw 跟第一个Column拿掉 那剩下什么呢 剩下D 剩下D 好 所以呢 C11就是-1的1加1次方 跟D这个1带1的Matrix 的Determinant 我们又知道说 这一项就是D 这一项就是D 所以结束 你算得出C11 长什么样子 那C12呢 一样套用右上角这个式子 -1的I加J次方 -1的1加2次方 跟Aij 现在我们要找的Aij是A12 A12 我们知道A等于一个220的Matrix 220的Matrix A12是什么 A12意思就是说 拿掉第一个Raw 跟第二个Column 拿掉第一个Raw 跟第二个Column 剩下的值就是C 所以我们这边呢 要算D这个110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 C这个110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 就等于C 然后前面的-1的1加2次方 1加2是3 -1的3次方给-1 所以这边算出来就是-C 所以算出来跟你高中的时候 得到贝的公式 是一模一样的 就这样子 所以220的Matrix 你知道要怎么算 接下来看一下 330的Matrix 假设用Profector Expansion 你算一个330的Matrix 你会怎么算呢 你就先随便选一个Raw 那我刚才讲过说 你不一定要选第一个Raw 你可以选任何一个Raw 算出来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你选任何一个Column 算出来的结果也会是一样 好那假设我们现在选的是第二个Raw 假设我们选第二个Raw 好那我们选第二个Raw的话呢 我们就把第二个Raw的Matrix 第二个Raw的Element A21 A22跟A23拿出来 然后把它们通通乘上 Column A21 C21 C22跟C23 你就得到A的Determinant 好那我们知道说A21就是4 A22就是5 A23就是6 接下来你要把C21 C22 C23抽出来 C21 C22是什么 就是套一个公式 C22 C22是什么 套一个公式 C23是什么 套一个公式 然后C 然后因为在 你要算C21的时候 你要求A21的Determinant A21的Determinant你会求吗 A21的Determinant 就是把A的D 二个Raw跟D一个Column拿掉 变成一个220的Matrix 320的Matrix它Determinant 你有记那个公式 所以你是能够求出来的 接下来呢 A22把原来A的第二个Row跟第二个Column拿掉 剩下220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te你也是求出来的 求得出来的 A23把第二个Row跟第三个Column拿掉 剩下220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te你也是求得出来的 所以套用Colfact Expansion的公式 你也可以求得出3×3的Matrix 接下来就是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更高维的4×4 5×5 1,000×1,000 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算 举例来说 这边有一个N by N的Matrix 我们希望知道N是999的时候 它的Determinate有多大 那你就可以套用一下Colfact Expansion 那这个Matrix呢 它是一个特别的Matrix 它是一个Tri-Diagonal的Matrix 我们有讲过Diagonal的Matrix 只有在斜对角线的地方有值 那Tri-Diagonal的Matrix 就是说不只在斜对角线的地方有值 它是在斜对角线的旁边也都有值 它有三排一 就Diagonal的Matrix 只有一排有值 那Tri-Diagonal的Matrix 它是三排都有值 它是三排都有值 那现在假设N等于999的话呢 算一下它的Determinant是多少 不知道为什么 电机系的博士班资格考 还蛮常出这一题的 这一题出现在公主题里面有多次 然后看那一年是几年 N就是多少 2016年N就是2016 隔年N就是2017 这样子 那这个要怎么算呢 如果你会Cofactor Expansion的概念的话 其实这一题是有办法算的 我们知道说 A2长这个样子 A3长这个样子 A4长这个样子 以此类对 那A2跟A3的Determinant 其实你都算得出来 你可以直接做手算 那A4的Determinant 长什么样子呢 你就可以用Cofactor Expansion的概念 先把A4的Cofactor Expansion 式子写出来 你就知道说 A4的Determinant 其实是可以进行化解的 我们知道说 A4的Determinant 等于它的 第一个Raw的 第一个Column的Element A11乘以C11 等于A12乘以C12 等于加上A13乘以C13 加上A14乘以C14 A4的Determinant 可以写成这样 那假设我们把 第一个Raw 拿出来做Expansion的话 那你会发现说 因为在这个Raw里面 它其实只有 两个Element 是不为零的 就算是拓展到 A1000也是一样 今天在第一个Raw里面 只有两个Element 会是不为零的 所以事实上 只有两个Element 我们是需要考虑的 那些Matrix里面 Element是零的 那些项 我们根本就不用考虑它 所以A13这一项 我们是不考虑它的 A14这一项 我们也是不考虑它的 我们只需要考虑两项 其实今天不管 A有多大 A这个Matrix 不管它是4乘4的 还是1000乘1000的 事实上我们都只需要考虑两项而已 好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两项分别算出来 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C11长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说 C11就是负1的I加J次方 也就是1加1次方 乘以A11的Determinant 所谓A11的意思就是把第一个Raw 跟第一个Color拿掉 那你会发现说 那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把A4这个Matrix的第一个Raw 跟第一个Color拿掉 它就变成什么 它就变成A3 它就变成A3 对不对 那A3的Determinant你是会算 所以我们发现说 现在啊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A4 而是An的话 而是An的话 那其实你的C11是什么 你的C11就是An-E的Determinant 就是An-E的Determinant 今天不管是N带多少 你只要拿掉它的第一个Raw 跟第一个Color 它都会变成An-E 对不对 就是你把A4拿掉第一个Raw 第一个Color 它就变成A3 你把A3再拿掉第一个Raw 第一个Color 它就变成A2 以此类推 不管N是多少 这件事情 显然都是成立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是 C12是多少呢 C12是负1的1加2四方 然后它的Determinant 就是把原来A4的 我想说把这个能不能把它擦掉呢 我们换个颜色好了 换个颜色 我们把它的第一个Raw 跟第二个Color拿掉 把第一个Raw 我是不是说错 我说错了 但是我这边 不知道这边要怎么把它擦掉 这样子 我们把 没关系 大家知道我意思就好 我们把第一个Raw 跟第二个Color拿掉 我们把第一个Raw 跟第二个Color拿掉 只剩下这个部分 跟这个部分 把它写到右边 它长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110 011 011 110 011 011 它不是我们在考虑的Tridiagonal的Matrix 但是没关系 我们再把这一个Matrix 再做Colfactor的Expansion 再做一次Colfactor的Expansion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Matrix的第一个Raw的三个Element A11 A12 跟A13拿出来 在各自层上 它们的Colfactor C11 C12 跟C13 那你一样会发现说呢 不管今天我们考虑的这个Matrix有多大 其实仍然只会有两项是不为0的 其他项一定都为0 其他项一定都是不用考虑的 其中只有两项不为0 那在这不为0的两项里面 其中一项会等于An-2 就假设你现在考虑的是An 其中一项一定会是An-2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A4 那其中一项一定是A2的Determinate 那另外一项呢 另外一项一定会为0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呢 把A12乘上C12 那C12怎么来呢 你要得到C12的话 你要把第一个Raw跟第二个Color打掉 你把第一个Raw跟第二个Color拿掉 剩下00跟11 那你会发现说0011这个Matrix啊 它的Determinate一定是0 其实我们之后会讲到说 如果一个Matrix它 它只要它的Raw或者它的Color为0 它就一定是0 那其实这个东西也不需要证明 你直接想的就知道 因为按照Corefactor Expansion的式子 我们说我们不一定要选第一个Raw 我们可以选任何Raw 我们不一定要选Raw 我们可以选任何Color 如果你在这个Expansion的时候 你选一个Raw或选一个Color 它全部都是0 那做完Corefactor Expansion以后 一定算出来都是0 对不对 你做的A都是0 虽然做Corefactor Expansion 一定都是0 所以今天这个Matrix里面 它只要有某一个Raw是0 或者是某一个Color是0 它的Determinate就一定是0 所以今天A12C12这一项 它的第一个Raw一定是0 它要算Determinate的Matrix 它第一个Raw一定是0 所以C12一定是0 所以你最后呢 只会剩下A2的Determinate这一项 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说 A4的Determinate 会等于A3的Determinate 减掉A2的Determinate 那其实这件事情 并不是一个巧合或特例 你可以轻易的 我们就不再细讲 可以轻易的自己证明说 An的Determinate 等于An-1的Determinate 减掉An-2的Determinate 有了这个式子 你就可以推出 N是任何值的时候 你的Determinate 应该有多大 因为你可以算出A1的Determinate 是1 你可以算出A2的Determinate 是0 这个都套套公式 就可以结了 A3的Determinate 就是A2的Determinate 减掉A1的Determinate 0-1 所以是-1 A4的Determinate 就是A3的Determinate 减掉A2的Determinate -1-0 所以是-1 A5的Determinate 就是A4的Determinate -A3的Determinate -1--1 所以是-1 所以A6的Determinate -1-1 所以是-1 A6的Determinate 就是A5的Determinate -A4的Determinate 0-1 等于1 A7的Determinate 就是A6的Determinate -A5的Determinate -1-0 所以等于1 A8的Determinate 就是A7-Determinant-A6-Determinant 1-1等于0 然后就发现接下来就重复了 这串数字是重复的 就是它是10-1-1-0-1-1-0 然后看到10以后就不断重复了 接下来就继续出现-1-1-0-0-1-0 就会一直重复下去 所以你就可以推出n等于2018 或任何其他数字的时候 这个Tri-Diagonal Matrix它的Determinant是多少 好,那我们再很快地跟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下一堂课我们要讲的事情是 Determinant这个东西它的式子如此的复杂 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意思 那其实Determinant这个东西 可以视为是高维空间中的体积 如果是2x2的Determinant 它所代表的就是 你把Rho当做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两边 你的这个面积 如果是一个3x3的Determinant 就是把它的三个Rho当做是一个立方体的三个边算出来的体积 那如果是4x4的Metric Determinant 你就可以想象说是在高维的空间中 我们有一个超立方体 然后这个超立方体的超体积 其实就是Determinant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助教已经来了 我们就请助教讲一下作业3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